一場攤商比出一排勝利V手勢 來回應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 謝謝妳好 勝利勝利 我現在要給妳那一天的報紙 要包裝包裝 25號一早蔡其昌當請領軍母雞 跟小雞們一起站路口 隨即到第三市場徒步敗票 而前幾天對手盧秀燕 在媒體專訪中被問到 地方賭盤在下 全台選票差距最大的地方 可能在台中 盧秀燕回應不會 也提到台中是個搖擺州 因此蔡其昌被問到 對手對於選情 是否也沒這麼有把握 他不是一直很有信心嗎 全台灣到處在複選在外票 台中的外票行程非常的少 這不是對這場選舉的傲慢嗎 反酸對手接連到外縣市政台 不是一直對台中選情很有信心嗎 另外台中海線嚴家副議長顏立民 競選總部成立找盧秀燕政台 顏清彪雖沒同框 但上台時仍提到了盧秀燕 之前中二激戰 顏清彪曾說不再參與任何選舉政治活動 對此蔡其昌的看法是 顏清彪心中可能多有無奈 他有他的無奈啦 他過去是非常挺他的 但是他所得到的對待卻是切割 台中搖擺州蔡其昌當母雞跟議員候選人 小雞們多獻齊發 而盧秀燕平日間強調專心試鎮 是否能破除不連任魔咒 外界矚目 3D新聞 吳宗哲 李介營 台中報導 字幕提供